我们大业大学应用日语学系 每年寒暑假都会邀请我们的姐妹校 还有其他日本的有名的大学的一些名师 来担任我们的移动试资的课程 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密集的授课 那这次我们很开心我们邀请到 这个是在世界非常有名的日语教育专家 目前是邀曲大学的教授石田明子老师 邀请他来帮我们同学上应用日语写作的课程 那石田老师其实是世界有名的日语作文的专家 那这次邀请他来 那也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国内的日语作文的老师们 都会来观摩学习 因为他现在在鸟群当学时担任 就是负责教育留学生的日语 那他其实在以前的话他会觉得说 台湾的留学生虽然大家都人都很温和 可是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可能是学习环境不一样 就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那他老师是在12年前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我们台湾的地语教育 那时候觉得说差距还蛮大的 不同的地方还蛮多的 那可是最近这几年慢慢就觉得彼此的距离比较拉近的 那彼此也比较好沟通 大业就是我们在音乐系就是那些老师们 然后我们会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比较当地的部分 那我们上这个课外师资的部分 就可以接受到很多其他学校老师的智慧的解禁 你个人觉得非常的获益良多 其实我很常参加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除了会让自己的日语程度变高之外呢 其实也可以认识很多自己在系上不曾遇到的同学 所以真的是非常值得来尝试 所以你就基本上每学期都会参加这种国际同事资格 对对对是的 好啊他们上课的方式跟台湾的老师 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台湾的老师大部分80%左右呢 都是比较照北宣客一点 那这个老师比较偏向是小组一起讨论 然后大家一起寻找答案 就是非常的有意义啦 我们再一张喔